3月5日上午,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做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,要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 在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上,李克强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希望两岸同胞顺应历史大势,共担民族大义 我们要细续贯彻对台工作大政策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,在九二共识起诉上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组合和平统一性质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主主权 为国务院任何调用分裂中国的行进 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运作 逐步为台湾地方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 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养岸同根,骨肉相亲 两岸同胞顺应历史大势,共担民族大义 必将共抗中华民族为大富心的美好未来 谢谢